好了 红豆华语先锋力量 这里是华语红歌榜的红歌红人 大家好 我是贾伟 那今天我们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就是华莱队 虽然好像我们这个人员比较稀少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你们力量 对 但是头发很茂盛 没有 刚才很辛苦 介绍一下刚才的活动好不好 当然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华莱队 有一个新人争选的 争集的活动 然后希望能够加入一些新鲜血液 能够让我们花呢在这个十年 然后是一个选择嘛 然后可能有一个新的发展 然后今天看过了一些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于我从开始没有强调 我不需要唱歌的 然后呢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唱歌唱得很好 尤其学什么孙颜兹啊 对 学孙颜兹 还有学孙颜兹的 然后有撒学孙颜兹的学得特别好 没听出来 反正那个反正都挺好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很好 但是其实参加这个选秀是埋没他们了 他们是我们不需要唱歌的 对 因为他们唱得比我还好的话 我就我就没有工作了 然后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选一些跳舞的 能够让整体这个感觉能够更新颖啊 对 这个想法是自己成员当中来想到的 还是公司来想到的 就是肯定是站在别人基本上想到的 就是因为看过一些国外的视频啊 还有一些东西 对 然后我们也想试着频片 然后那个就让那感觉整个特别那个 特别 打架了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然后那个就是他整个能感觉起来是很新颖的 对 是这样的啊 好 其实呢刚才我们在一起看到这个选手啊 好像还有女生 对 好像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不是好像是真的有 对对对 而且还有很多的组合形式 点评一下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元素在自己的心情缘当中 对对对对对 当然当然说岁数比较大的朋友啊 我们是出一种尊重 不好意思让人嫁去 然后那个女的啊 女的确实不错 就是因为本身来说这种中间汉的 已经感觉有点颓了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能加入一些女性朋友 因为你知道这个阴阳思读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皇帝那英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不能说光他们老那么干 是不是啊 你有事 这银水思源嘛 是不是 对对对 因地之谊嘛 是不是 就是说你得抓住他的阴谋嘛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的那种 对对对对 我要问一下 其实花儿乐队对自己的形象还是蛮讲究的 也不是讲究 主要是天生丽质 你明白吗 这没有办法 大是别人 就是说长得好看 没有办法 也不是你 没有办法 是不是大张伟带文博啊 还有身边的郭阳 都是这样的大扮 平常 不是 都是给他们做一种 就是说 做一 我没那么嫌味 我主要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以实力取商的 我就花瓶嘛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我自个儿很多的朋友们 也老说 哎呀 他让我你什么都不会 你就长得好看 除了好 长得好看 你什么都不会 其实有老朋友也说过这个话 你瞧这个花瓶长 哎呀 没见过这么 这花瓶不是花瓶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加入这个乐队吧 其实因为有很多朋友一看 他们上台也愿意表演一些 所谓比较幽默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能够愿意展示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次有几个朋友是 一看就是有过以前演出经验的 我需要找这样的人 就是他本身是演过很多年初的 我不会去找一个很新的一个人去做 我没这个必要 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 就是能够来参赞 对对对对 不管是就是 鼻子 获得没获得 对对对 这个机会 然后我觉得 有一大哥 不有一大姐一边唱一边抖 特来来接那个啊 对 其实还是希望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来融合到这个 那是肯定的嘛 要不选这干嘛用啊 是不是啊 那我要问一下 现在已经出道十年了 在这十年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这十年 总结一下这十年 我觉得总结一下这十年 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来讲四个段 你这外面那鲍娃姐脱衣服了 穿一鲍娃脱衣服 这 晃谁呢这是啊 公众家 先回家问他 赶紧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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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绝论 还是想这样一直 精彩绝论 绝后也和也 对 很多网上啊 还有包括你的歌迷来评价 你们说很疯 对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都是以貌取人 咱们家长老师怎么告诉人 不能说片面的去认识一个人 是不是 你不了解人家 你没机会 你没有资格去评论人家 是不疯 是不是 太平了没事了 我比谁不真诚啊 我只不过是舞台的一个感觉 希望各位呢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演出的时候大家要特别开心 然后呢 只要是大家能都特别开心了 我们是全心全意为大家去服务 因为演艺行业啊 我们不跟别的歌手知道 我们深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行业 只要各位服务到舒服了 然后他们认为开心了就可以了 其实你看今天 就是咱们看选秀来说 不是不以专业歌手来说 就是说咱们除去那些明星的光环 光光是唱歌 光光是表演一些歌曲 底下没有反的 它是那种 你知道吗 然后一看台上 那种 哎 就一下就大家都非常开心 那你能说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说 那些所谓唱歌的人 就是怎么样嘛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可以有时候平平平平平平的去想 你是一个观众 你在看台上的东西 台上那人要握跟你一样 你看他干嘛呀 是不是 他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他如果风 他如果帅 他什么样子 他都有他的方式 其实就是说一切都是欣赏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你们家孩子要封成这样的 那是那是神经病 但是台上那就是那就是对的 对 是更多的希望有不同的感觉 对 你要尊重台上的人 是不是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花儿的fans呢 其实在都是拿着太阳花 对对对 然后呢都为你们的新成员来加油 确实这帮饭 对啊 然后平时 拍家园那边就都轰过来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的 因为我们我们的 我觉得哥民就是一只父母 就是没有君子不养一人 是不是 然后就说你说我们几个人说实话来说 我们身上穿的裤衩都是因为哥民知识才有的 就是没有他们我们也没有钱去买这东西 然后大家都是一种互相支持的感觉 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付出努力 各位就是说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支持的话 让我们觉得就是心中非常舒服就这样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新成员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都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那种风格 小一条啊 我相信有些呃成员都会变老变老会干什么 然后年龄我指的是年龄 今天是确实是吃药了 今天吃药了 要不你能活到现在吗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管是说有什么疾病或者有什么样的 就是精神层次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为观众的心是真挚的 确实在来 有时候你要真挚的对大家 大家也会 在真挚的对你 就是人就是这样 就是互相对个人的 是不是 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个名言说的非常之好 你知道吗 就是人人生人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听啊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非常好 人不是因为幸福而微笑 而是因为微笑而幸福 明白吗 是这个道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我觉得真的很棒 当然今天 都用我的姑娘 会跳一段 谈在回响 觉得她看得好吗 很好 因为她总是说一个人 有很多女人都用眼睛去勾引你 但是她用肚脐眼去勾引你 这种更新的 更新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对对对 今天我要送你一个你们的礼物 其实本来我也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要问一下 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红歌榜 因为是全国200多家电台的 所有的DJ来评选而请的 其实DJ很喜欢你们 因为在很痛苦的时候 就会放一些大喜咒啊 放喜刷刷啊 放很多开心的歌给听众 所以应该感谢一下他们是不是 我 他们要感谢感谢一下我是吧 我谢谢 因为他们本身要感谢我 能提供这个让他们播 然后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因为本身DJ老师们都非常真的有好多朋友 都非常那个就是说照顾我们 帮我们放歌 去帮我们不意义的推我们这些歌曲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就是有些不认识 要是认识的就是说叫干妈干姐啊 就是干弟弟干爷爷什么的 这些我都愿意去做 然后呢 然后其实我是 你知道我手机还响了 然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希望有一天 能够有一个欢乐的一个新的一个感觉的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继续支持我们 是这样的啊 对 一如既往的来支持 借下你手上的戒指好不好 我今天为你们来表演一个节目 可以吗 变一下魔术 尤其现在魔术很流行 我知道你对好像笑话 因为你们很搞笑嘛 然后别人在讲一些笑话的时候 尤其今天好多选手 讲一些好像并不能打动你们的心目 刚才觉得打得 没有 他们很真挚的讲一个不斗的笑话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说他们很真诚 因为他们讲笑话的时候太真诚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我要变给你们 因为我觉得特别契合今天这种 叫做新花鹿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开始 哇 哎呦 完了 完了 哇 你哪变出来的 没有 这是花儿的一个戒指 哦 戒指 然后然后我放在手上 放在手劲儿 然后你吹一下 我会把它变成花儿相信吗 玫瑰花 我相信 我们肯定不想见 记得不可能是不是 闹闹 这是为啥啊 绝对吧 不可能 我先马上放在我的口袋里 放口袋里头啊 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了 坐在这边 这个时候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也不 这个没有了 然后 我看看这张嘴要闻 没有没有 我看看 我看看 先说了先说了 哎呀 先说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对 真的 在这里嘛 然后待会就会有一个新开的鲜花送给你们 祝愿这场征集成员会圆满 我我我我我我先说一下啊 如果你跟我们来这了 哈哈 哎哎 这就腿了啊 这个就不是一个专业专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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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魔术师生干出这件事 来这吧 摩碗手指 这什么样 哎 这么低粗的人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我们不相信这会有这么低粗的知识 人不会这么干 不会这么干 来 你开始变吧 来 确实这样 哎呀哎 哎呀 哎呀 什么时候回来 好 哎 招了你这个魔术相当不错 哈哈 什么时候学会的 不是我学会 本来我要确实这样变 还是 其实我觉得也 见到你们很开心 对 然后我也希望全新的专辑当中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欢笑 真的是 跟因为 从音乐当中 有些人可以音乐当中来感受到一些痛苦 真的是 但是我希望 每首歌曲都可以让你的歌名来产生共鸣 好不好 啊 好 我是应该说好吧 好好好 今天很辛苦 然后刚才也特别热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 就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全新的专辑 到时候一定要大卖 好不好 好 好 好好好 到时候先让新成员买他三千张 好 行 好 但我们也期待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这张 六月六七月 六七月啊 也像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对差不多 希望能够这样做啊 希望到时候 因为孤女节赶不上啊 只能赶 赶 赶 亲民节 亲民节有问题啊 好 再次感谢一下大张伟 还有身边的伦伯还有郭阳 谢谢你们 也希望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祝我愉快 好不好 谢谢您 谢谢老板 谢谢您